上回我们讲到 郑教授什么都不理了 一个飞鱼泊水跳出栏杆 整个人好像一只鱼鹰一样 将手伸到直一直 一直抹向那只茶盏 不过它始终迟了一步 那只小小的茶盏 叮叮一声 占起了一朵很小的水花 在海面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那片海藏复杂的深海水域 落水就等于彻底没了 根本连找回的可能性都没有 随即一个更大的水花占起 郑教授叮叮一声就落水 我们见到它疯狂地 深吸一口气 那头香下重一声就潜了下水 甲板上边的人看到傻了 郑教授是真正意义的裸潜 这一环他真是受性功吊颈而不命长路 下面横了一条大海溝 就算真是探到底 都找不回一只茶盏 但是郑教授一点犹疑都没有 意无反顾 开始我们还可以借着阳光 看到浅水的他拼命向下游 但是他越游越深 视线就再都捕捉不到他 只是见到一个小小的黑影 拼命向着更深的深渊冲过去 或者是错觉 我分明在深渊里面 看到一丝光剪闪过 但是稍现即逝 那个大概就是柴池 在这个世上最后一次风华赞放 方震吩咐将救生渊 丢到一个随时救人 但是我们等了十几分钟 海面上面一点动静都没有 方震还要再等 我摇摇头将他拦住 我望着海水 心里面无限感慨 对方震说 郑教授不会回来了 他已经跟着柴池 走了 当年郑安国为了辞弃 全家的性命都不要 如今他的儿子为了一件柴池 甘愿自尋深海 老郑家对慈气的痴迷 简直疯狂到了极点 你这种癫狂深深刻印在他们的基因里面 宿命轮回的残酷 外物全不在乎 我突然间意识到 这个不是就是玩古物的最高境界 心外无物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可以抛开一切的人 才是真正的持家 快点 老潮讽 心云心把声 将我从想象 拉回来现实 他被郑教授 推了落地 脚似乎咬一踩 动都动不了 只可以大声叫 他一提醒我 我整个人都醒了 现在不是扮文艺青年的时候 因为还有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 等着我 老潮讽 现在剩下他一支冷 我们即将要直对真相 而且不是在他安排的局面之下 方阵吩咐船员 一个看好沈云心 一个去打开仓底 放出日本船的船员 然后我们两个三步 夹两步 直撥驾驶室 我的速度前所未有那么顺猛 连方阵都被我买掉在后边 我去到驾驶室门口 想都不想 竟逛一下 一脚伸开了个窗门 一头就飙了进去 我进去一看 发现船长的坐在上面 空空如也 前面有一个开启状态的抗音器 上面绑住一部卫星海事电话 老潮讽竟然没有亲身倒林 而是靠一部电话遥控指挥 我拿起电话 里面就是沙沙的杂音 一阻断线 我发了谋 在里面翻箱倒櫃 找了一大轮 驾驶室不是很大的 躲人都躲不住 躲到在海上边 也不会有什么秘密通道 这个时候方阵赶到 我一见到方阵 就一琴琴着他的肩膀 声思力揭就说了 对 这个电话一定是露点我的 他绝对没走 绝对没走 快点 快点 收船船 日本船员也纷纷放了出来 他们听说船里面 还躲在海上 吓得嘀嘀震 大家都表示 必须要彻底搜查 就连打撩08号 也都被方阵按要求 搜查了一次 于是 一帮劫后余生的船员 带着粉粉之心 开始大搜查 他们对自己的船只布局好熟 连一只老鼠躲在哪里都知道 更何况 青尿院和打撩08号 不是什么塔坦尼克号 空间没那么大 人多手起身 根本就不挥力 即使是这样 我们一直期待的人 都是找不到 事实真是这么怪 这么多人 来回守了这么多次 偏偏老潮风 就好像空气一样 消失得步影无中 现在下来 只有两种可能 一 他是确实通过海事电话 远程遥控 毕竟老潮风年纪太大 不适合来闯风波 第二就是他众生跳海 沉于深渊 这个在物理上面讲得通 但情理上面讲不通 老潮风不是鄭教授那种 只会识气的傻佬 他是最现实主义的人 不到走投无路 绝对不会冒险 在第三次搜查都没有结果之后 我整个人借了 真的想一磨磨落海 自己找一下他 十件柴队 十件柴遥没了 复工号炸都没有了 弱不然莫名其妙失踪 我们付出这么大的心血和代价 老潮风依然逍遥法外 似乎还在我不知道的角落 笑骑骑地在玩着我们 我蹲低头 双手掩着臉 感觉到前所未有 那么孤独和暴力 我不停在问 阿爷 阿爸 我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 暴风雨过后的夜空 满天星斗残烂 甚至连银河都可以清晰可见 这些圣神 莊严地点缀在穷顶之上 就好像指引海船归港的明灯 打撩08号 在星光照耀之下 航速飞快 船尾留下一条长长 翻着白色泡沫的美痕 延伸到远方的黑暗 若不是站在甲板上面 拿着罐珠啤 好难得地文艺一次 开始就画了 难怪古人会发明牵声之术 在海上面 没什么比星神更加可靠 养头可得 万物不宜 真是太方便 我在他身边 那身就摸着栏杆 仰望星空 一声都不出 在我脚下 已经有三四个空的移拉管 但是借走销售 往往都不是那么实际 在解决了海盗之乱之后 打撩08号和青鳥院联合对这个海域做了一致陷测 无论是星纳 还是潜水摸探 都很明白地告诉我们 福宫号已经沉入了深深的海沟里面 那里的深度估计有成千米 绝对没有疑似打纳的可能 既然目标没有了 两只船也没有什么好竞争 日本人对我们郑重地表示了借意 然后走路 在离开之前 我特意问过 他们确实是得到来自中国方面的坐标协助 不过接欺人是郑教授 这个结果我有点失望 但是也都在意料之中 以老朝捧的谨慎 肯定不会做些暴露身份的错误 打撩08号也都返航 留在这里已经没意义 那十件柴翅 就好像镜花水血一样 在我们面前惊鸿一路 稍现即实 真是一个奇幻的梦 看下去真实 醒了之后 就两手空空 但是我真是希望是一个梦 因为有些事 比梦是要残酷得多 若不是感叹就说了 若不然这个年轻 真是摸不透他 他的最终目的 竟然是泰尔的遗骇 现在两句遗骇 都分别被打撩08号和清了苑 拿走了 我们带走了若慎行 他们拿走了全田国夫 我接着若不是的话 开口就说了 找残骇这件事 其实和找福公号柴池的目标 是不矛盾 在船上我都听到了 老潮风一直都知道 他的真实目的 甚至还表示支持 但是我怎么都想不通 他有任何需要 叛变老潮风的理由吗 若不是不动声色 这样就说了 你想不到 老潮风也都想不到 当初学校的老师想不到 转学生也都想不到 在任何人都想不到的地方 默默地达成自己的目标 这一个 不就是若不然的造势风格吗 那动机是什么 他切局赶走转学生 因为那个斗友他很憎 他切局陷害老潮风 全军覆灭 又为了什么 我有一个猜想 一个很大的猜想 里面很多细节 只可以靠想象 不知你听不听得明白 你说吧 我尽量 在我出海之前 重新将全田报告 读了一次 发现了一个疑点 按照你转述黄黑武的说话 当年在庆丰流 是许一成逼死刘印犯 然后拿走五罐 交给日本人 但是在全田报告里面 写的分明 是他们首先联系了刘印犯 跟着后面 才很突压地 加入了中国专家 许一成的协助 哈 你的意思是怎样 我觉得我们的话题 扯得有点远 嗯 不远的 我认为 先后的次序很重要 甚至可以说 是极端的重要 你的理解能力 很难想得到 但是他决定了 整件事的性质 若不然讲下讲下 又恢復那个 占酸黑服的 吐厌鬼 全田国夫 首先是认识了许一成 然后许一成 去逼刘印犯 拿五罐 这个是汉奸行为 如果次序掉砖了 是日本人 先找刘印犯 然后许一成 插手进来 我听到呕吓 的确实是这样 这样一例 什么都讲得通 我阿爷自然不是汉奸 他在庆丰流的 一系列古怪表现 肯定另有内情 按照若不时的说法 自然是扎加伊 和日本人合作 然后后来就抽他后脚 抚底抽身 若不是继续说 这个疑点 一旦理清 很多事就明白了 我排一排罪 首先是刘印犯 拿到五罐 从肖卿 请旧友若慎行开罐 若慎行当时 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只是为了 完成朋友的委托 但是 他开了罐之后 得到了五罗牵声座标 和三罐文书一对照 就得出了沉船地点的 关键信息 然后他一成也都知道了 至于是否若慎行 主动和他说的 就不得而知了 我接着话头就说了 接着我哈耶 就想方法 从刘印凡的手里面 拿回那些管 傻子 你又想错了 那时候的罐已经开了 全田国库也都拿到五罗座标 一旦得到批准 就会即时出海尘捕 他一成在庆封楼 撤局倒斗 不是为了个罐 而是为了全田的信任 这样一来 他就可以跟着他出海尘堡 事机破坏 这个是唯一 可以阻止敌人的办法 但是 过一夜 几日之后 就被人踏了入花天 是因为欲罚头的事 被人踏的 没错 所以跟全田出海的 另有其人 你说是若慎行 不是我跟祖先 说些好说话 你仔细地想一想 你一路的摸索 不觉得好QK的吗 福宫号 为什么距离 原先沉船地点 而远速这么多呢 两个人的尸鞋 为什么死死地 掀在一起呢 为什么柴池 会跌落在不远的地方呢 若不是讲到这里 啪啪栏杆 继续玩 当初复工号沉没的地点 还没有那么深 所以三十年代的潜水设备 就勉强应付到 我太野一定跟全田 有一场激烈的对抗 接着两个就沉在水底了 我仔细地回想 两具尸鞋 自小的确很可疑 就好像在船里面 要置对方于死地 但是装备都是一样 明显有个合作 若不是的解释 算是对得上 好了 若不是的推理究竟对不对 跟着下来 若慎行和许一成的往事 又会怎样呢 我们下回再讲 再来